哈囉大家好 我是Terr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 我們有一個特別 guest 大家應該都認識吧 你這樣讓我很尷尬 對 那... 莉莉老師 莉莉老師要不要跟大家介紹 再一次 不要那麼多吃 那麼多吃好啊 最後吃 最後吃 哈囉大家好 我是Terr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 我們有一個重要的客人 就是從台灣語言過來的莉莉 莉老師 莉老師呢 是在YouTube上有名 做英文的頻道 我們是要跟莉老師聊一下 就是留學的東西 要不解釋一下你手要拿的是什麼 好 那我要自我介紹 那 等一下 我們開始之前 大家都知道莉老師是很... 對 你自我介紹 蛤 我先自我介紹 對 對啊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來 就是我們今天...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我今天要來幹嘛 你都沒有跟我說我要幹嘛 我們就來聊天啊 聊天 因為大家都知道莉老師 如果你有看莉老師頻道的話 你應該知道莉老師以前在加拿大留學過 對 我們以前曾經是 就是... 什麼 不要講 這不能講吧 蛤 這不能講吧 為什麼不能講 這個... 我們以前是什麼可以講 我們以前的... 我就沒信用你 我們以前是... 同一個地區的留學生 哇哦 你很親密 對呀 莉老師曾經也在加拿大留學 因為我聽到其實蠻多人問我說關於留學的事情 比如說在加拿大留學會在美國留學要花多少錢 或者留學到底貴不貴 這一次我就請莉老師還有我們一起來跟大家聊一聊 好啊 因為我覺得你知道莉老師經歷過很多的一個人 所以是非常有經驗的 所以我覺得相信大家應該都會在這集影片裡面學到很多東西 像我念一老師 我在想打你 很多人 尤其是我的頻道 或是你自己的頻道 你應該也感受到 其實有些人會說 就是富二代嘛 家裡有錢才可以留學 你今天真的要跟我一起撕標籤的那件事 我們兩個家境是差不多 這差不多 然後我媽其實是家庭主婦的 不要一樣 同一個 中產 對 然後中產這個詞現在有點廢話 但是真的是小康 家裡就是小康 我們可以進去 我覺得這樣講 我想問就是你當初出國留學的時候 就你覺得會有給家裡帶來經濟的負擔嗎 就是你會覺得說就是家裡會比較辛苦啊什麼之類的嗎 我覺得我可能以前念書的時候會覺得壓力比較大吧 就我以前國中高中的時候就要補習啊等等 喔對 莉老師是來這邊讀研究所 那我當時是來讀大學的 然後我是念研究所才出國的 所以其實我念研究所之前我自己有工作 我有工作一年所以我自己有存一點錢 所以並不特別覺得家庭的負擔比較大 而且我記得我看莉老師頻道 她在留學的時候還有打工 我有當教教 她一邊有在賺錢 所以其實莉老師是非常的自立自主 然後交很多學費 很多人就我認識的朋友在這邊也是這樣 就他們其實家庭並沒有就是大家想像中 大家的那個刻板印象就是說 只有有錢人才可以出國留學 其實現在時代已經不一樣 就是你要 你要留學貸款什麼很多東西都可以有辦法讓你出來 那莉老師當時讀書所學費在多少 嗯 學費80多萬 90萬 台幣嗎 台幣 總共一年嗎 對 總共學位念完加生活費啊 150吧 我記得 150 對 約那個數字 學費加生活費 然後總共兩年 學費加生活費 生活費 可是我比較早念完 因為我暑假有上課 所以我一年三個月就念完我的學位 所以我省了蠻多生活費 嗯 嗯 對 另外一點就是假如你出國留學的話 你如果暑假還可以上課的話 其實是可以省很多錢的 對因為你可以提早一點點畢業 但我覺得 我學壓力太大了 我覺得我那時候是因為不得已 所以才修的那麼快 不是說怎麼認真 一部分也是因為真的逼不得已 我覺得你可以把學業 學業找你讀完 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除了省錢之外 你還更早可以拿到身份 因為其實很多人出國留學 他們最後想要來美國你要拿綠卡 在加拿大可以拿分業卡 對 那你越早畢業 其實你越早能開始申請 因為通常都是你畢業之後要工作 譬如說加拿大是工作一年之後 Experience class 你可以移民 可以拿封嚴卡 那我會建議就是說 假如你有這個機會 越早能畢業的話 越好 快點進入職場 可以開始賺錢 你可以用加拿大的薪資 去賺回你的學費 沒錯 而且我之前有一支影片提到 就是說 我當時讀大學的時候 總共花了多少錢 基本上沒有花什麼錢 如果算在實習的薪水 把它抵銷掉學費 跟生活費的話 其實我整個大學四年多快五年 是沒有花任何一毛錢 如果你有請求 可以去看這支影片 你也要收看嗎 有些人問我說 加拿大留學 或者美國留學 到底要花多少錢 其實這真的是很難去說 因為每個人的學校 或是你讀的專業都不一樣 差距太大了 對 而且美國有公立學校 跟私立學校 每一個學校的這個學費都不一樣 看你有沒有獎學金 有沒有獎學金 也差非常的多 總體來講 我個人覺得就是加拿大學校 會稍微便宜一點點 因為匯率的關係 然後總體的學費 真的也比較便宜 總體學費也稍微便宜 便宜非常非常多 我覺得更多是美國是 比較廣 就它的公立學校的話 學費便宜很多 然後私立學校的學費 又貴很多 講得很實在 就是你在加拿大可以花比較少錢 認到排名很好的學校 對 因為美國好學校太多了嘛 而且好學校其實很多都是私立學校 都是 當時是那個加拿大 McGill 畢業的對不對 我覺得 McGill 是在加拿大 大家都知道的一個學校 說到這個我覺得有一個很值得提 就是加拿大的話 是看你那個學校 你一個專業在哪一個學校 對對對對對 因為其實像中和 像你比如說中和排名就 當然就是 杜文盧大學第一名 然後什麼UBC 然後什麼 那些第二名 McGill 什麼第二名 那是中和排名 對 但是其實在這邊 跟大家更看重的是 那個專業那個科系 而且如果你就是 假設你要在 Say Quebec 工作好了 那你就在 在 Quebec 學校唸書就好了 對啊 因為其實你就變得跟當地畢業生 都是一樣的競爭的水平 沒錯 所以真的是要看你未來的發展吧 如果你想要在加拿大工作的話 就沒有大家這麼在乎排名 舉個例子來講 大家都覺得 多倫多大學的 排名是全加拿大第一對吧 好像很厲害 但大家都知道 Waterloo的工程師是全加拿大最好的 所以 你在懲罰你自己 Waterloo 也是 基本上 你正在建立了嗎 我等很久了 對 等很久啊 就是 一步步的要讓大家知道 中和排名不重要 就是要講這一句 對啊 像我們Waterloo的 我們就不會去跟那些UFT的人比 因為你知道 這不重要 其實出國留學 最貴就是學費嘛 因為國際學生的學費都比本地生的學費 要貴大概兩倍以上 那這個東西就是他們賺錢的方法 那沒辦法 但是生活費啊 還有各方面其他的開銷 譬如說租房子 就是吃飯這些東西 其實你都可以從小地方去省錢 對啊 都是有很多方法 像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李老師其實剛來加拿大也是很省 就是 哦 超省 對啊 因為我早上還要起來搭工啊 你可以說一下 你自己做過最便宜的事情嗎 在加拿大的時候 沒有買網路 沒有為了省錢 我好幾個月沒有買網路 因為我覺得學校有網路 然後我就會先連好 然後把所有東西都載好 然後那個Google Map都load好之後 然後再回家 然後這樣就不會迷路 哦 所以不買網路 不買網路 一個月省 省大概 其實加拿大網路買 省大概40 其實算滿貴 我分享一個我做過更便宜的事情 我覺得這比李老師做的事情還要便宜 這不是一個競爭 沒關係 我覺得我們都曾經做過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沒有不好意思講出來 對 但是現在我不肯做這件事情 就是 因為加拿大很冷嘛 那我當時讀網路的時候 我總共有6個實習的特務 然後我們就一直搬家 我每三個月 每次搬家的時候 我就去Walmart 買一個新電暖爐 然後用了快三個月之後 再把它拿去退掉 這樣我就不用再搬家 然後這麼重的東西 還要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每次都有 重點是你不用付電腦圖的錢 你就這樣吧 這一次我不用付電腦圖的錢 而且每一次都有最新的電腦圖可以用 你沒有在鼓吹這件事 不要鼓吹這件事 這不是一個道德的事情 當時因為就是留學生 我想說要省錢的 其實沒那麼貴 但是就是想說 就從這些小的地方省 就是不想花太多父母的錢 因為我覺得父母賺錢都很辛苦 然後我不想花太多他們的錢 然後想要趕快畢業之後賺錢 對不對 到底來加拿大學費要花多少錢嗎 其實我們就說看看 其實學費 我大概剛剛看了一下 學費呢 在美國這邊呢 平均啦 來這邊讀undergrad的話 大概是兩萬三到四萬五 兩萬五到四萬五一年 一年的學費 一年的學費大概兩萬五到四萬五 那生活費的話 我們以房住來看了嗎 可能一個月800到1000 以前我看你跟誰住嘛 就是有些方法你可以省錢 就是你去找室友 跟大家一起住一個house的話 那就很便宜 一個月可能大概七八百都有 便宜的話七八百而已 我還是覺得 你如果經濟上比較需要幫助的話 就研究所在出國 我覺得大學太貴 大學會比研究所貴很多 而且我覺得大學學不到那麼專精 對 因為大學太通事教育了 就是我覺得如果念完研究所 你就會覺得大學四年都是通事教育 但是如果念了研究所 你真的有一分比較稍微深入一點的專業的話 找工作比較容易 然後你能夠更 假設你想要長時間的待在加拿大或美歸 比較容易找到位置 你會覺得CP值比大學好 我之前是讀的是工業工程 那我是靠自己轉職成軟體工程師的 就是我其實是 跟我現在工作跟我大學工作 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所以你換了一個跑道 我換了一個自己的跑道 而且我自己就是自己去換一個跑道 不管我今天有沒有換跑道 我覺得大學學的東西 或是你在學要學的東西 其實跟你在工作上面真的做的東西 其實完全沒有 一定不會有關係 真的是沒有關係 對 不管你是讀大學研究所或什麼之類的 最主要的功能是什麼 其實它是讓你去準備 被獨立思考 訓練你去解決問題的這個能力的一個地方 這是我在大學學到最多的 跟大家一起工作 跟大家一起合作做project 然後怎麼樣去communicate 怎麼樣做presentation 這些都是我在大學學到的skill 那其實真正讀書的這個內容 比如說數學啊什麼 什麼危機分這些什麼 都是其次 這些其實真的工作上面用到的很少很少 它只是一個理論 我覺得真正學到的東西就是 怎麼樣讓你在職場上面 變成一個很能夠解決問題的一個人 我覺得這是大學或是學校 給我的這個能力 你知道我大學唸什麼嗎 大學唸語文啊 中文系的 所以跟我現在做的東西 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然後我以前是唸很多古文 真的很古哦 是那種磕 來一句古詩 你還記得古詩 但是我現在做的東西 覺得完全沒有關係 很多人都無法相信我是中文系的 對哦 嗯 中文系號叫英文 可是我覺得 念文的好處啊 你什麼都不會 但是 你什麼都可以做 你沒有沉默成本 你沒有大學四年念了一個 非常專業的科目 然後你必須要走上這條路 因為 我們念大學都是18、19歲的事情 對 所以 那個時候你怎麼可能知道 自己的人生想要什麼 可是你18、19歲的人生 要決定你到什麼 40、50歲 So crazy 我覺得念任何研究性質的東西啊 客觀思考很重要 我覺得我因為做了研究 尤其是研究所之後 我對於看事情蠻客觀的 比較沒有情緒 可以很第三人的角度去看事情 而且我覺得這對我的人際關係有幫助 我覺得我對人比較有同理心 嗯 因為你不會用自己的想法去想 你說 解決問題的能力 然後我覺得是思考的能力 因為我們讀後不一樣 你是文主嘛 我是理科主 對 所以其實 on the line 它的那個 準備你到社會上面的那個方向都是一樣 準備你就是 英文 prepare you to do something 我記得我大學要畢業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喜歡的老師 然後我去見他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他說 不可以讓你的學習到大學就結束 很多人人生學習的巔峰 就在大學 甚至高中 其實我覺得我大學畢業之後 學了很多奇葩的東西 剪片啊 當youtuber 對啊 當youtuber啊 做網路行銷啊 我們架網站啊 這些都是畢業之後才學的 比如說你今天學CSL了 你學undergrad 你是學資訊工程 你之後你去當Soft Engineer 你在公司裡面做的東西 我敢跟你保證 基本上 你大學學的東西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這些東西全都是你 也不是重新要學 它給你一個基本的認知 那很多東西是你自己要重新再配合的 you have to be resourceful resourceful的中文是什麼 你要能夠利用很多資源 這一點很重要 我覺得這就是學校教我最大的事情 我想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我知道其實學校 出國留學是貴 是一個很大的一筆開銷 但是我覺得 你要把它當成是一個投資 不要把它當成是一個開銷 對 因為投資跟開銷 這個東西差非常多 你這個概念完全是不一樣的 比如你讀CS的話 我個人認為它是一個 很 很好回本的一條路 可以直接算給你看 讀大學會比較貴 我們全例子 你來讀研究所好了 對 你讀研究所學費 我們算貴的好了 一年給你算五萬 加生活開銷 一年五萬 好貴喔 很多了 對 已經算是蠻貴的一個研究所學費 那你讀兩年嘛 對不對 十萬 那生活開銷 三千已經夠多了吧 生活費一個月三千 你住哪 包括房租盤 還有房租 房租加生活開銷 一月三千已經很多了 非常多 對啊 那你兩年的話 可能將近快要二十萬 對不對 其實你如果在FAM工作 或是你去你認真刷題 想看我的頻道的話 你以後就知道 刷題啊 Low key plug 可以這樣想 就是一年就回奔了 你很positive 你很敢講 是這樣沒錯 而且我剛剛抓的都是非常高的數字 一年的學費五萬 然後你一個月花三千塊 其實你可以 你應該好像真的是警線工程師啦 就像我這種文組的 還是我的頻道就是工程 所以我也很老實講 小朋友覺得 就假如你走 像我這樣子一條路的話 我覺得 你是其實是很好為本的 而且我們剛抓的數字 都是非常高的 都抓高 其實學費沒那麼貴 而且你有很多地方 你可以在生活裡面省錢 我說一個月三千的生活費 其實你可以便宜一點 你可以一千五或是兩千 其實就夠了 就看你的lifestyle 對吧 對啊 I agree 我覺得我身邊的留學生 我遇到可能家境比較普通的 但是後來很 quote unquote成功的 都是因為生存需求 在美國的生存慾望會很強烈 因為你知道 你不努力 或你不贏過其他美國人 回家 真的 就是你不會想看到自己回家 因為那是對自己的那個 自信心啊 自尊很大的摧毀的 你不想回家 然後也不想要你身邊的人 知道自己回家了 存不下去 等等 我覺得也是一個激發自己生存慾望的 我覺得的確有很多人可以活出 本來沒有的那個潛力 對 好那今天這集就到這邊了 嗯 那非常謝謝李老師抽空 來這邊 跟大家分享一下李老師 跟我在這邊留學的一個經驗 那你要問我最喜歡的城市是什麼 哦對 對 已經問過很多次了 那 李老師 大家都知道如果有看過李老師的頻道的話 李老師在美國這邊已經大概幾個月了 那你去過很多城市 對不對 李老師最喜歡哪一個城市 當然是新雅圖吧 不行 我覺得這個太多次了 這個太假了 不管 嗯 先不講這邊的人好了 當然假如你 你算進人裡面一定是學新雅圖嘛 那假如今天不管是誰在這裡 就以這個地區來講 就是這些城市本身 你最喜歡哪一個城市 它本身 對 跟人沒有關係 好 我自己有麥克風 對 你一直跟我麥克風 你今天那個收音 你到時候你也很死你自己 不會愛 我 我覺得我自己是西岸人 嗯 就我不愛 我覺得我不愛東岸 自己以為是西岸人是不是 對 你爽就好 你就酸我一下 就是我不喜歡冷的地方 我怕冷 對 因為我覺得我念研究所的時候 有一些 trauma 我覺得我 我念研究所的時候 就是人生是有點低潮 嗯 所以我只要到冷的地方 我就不舒服 好 我覺得這就是這個影片 然後 我們會見你很快 記得 如果要學英文的話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好啦 那就先這樣啦 自己都不會自己講 好啦 還要我幫你提示 那你我可以 也可以嗎 還是你的頻道已經 噢 不行也可以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 你要不寫好好收尾嗎 哦對 好 我覺得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OK 你在爽嗎 我沒有在爽 好 你才在爽 爽的人是誰 也是 看我們這樣考 我只爽一秒兩秒鐘 不是你的影片 就是亂講 可以很造反啊 講幹話 可以很造反啊 我沒有在爽 我的李老師當時是 你可以不要在我面前叫李老師 反映你講這些東西 跟你影片裡面 跟你自己的影片有沒有一個反差 我不知道 這樣來你 沒有 我覺得我剛剛比較放得開 這都已經進去 這都已經進去 我沒有歐包 快一點 好 我們要收尾 我們要收尾 我要收工 收工 收工了 好 所以任何到復始的地方都不行 嗯 然後西雅圖蠻好的 然後我們剛剛那一支 我有講西雅圖 對我來說是 還蠻特別的地方 那你去的地方 應該就不會複死了 你去那邊之後就變得 因為我太熱了 你很濃 剛剛真的太尬了啦 因為這不是他那一支講 我每次都沒有見到 我想說 Race什麼 不是就說 因為你很濃 然後就很尷尬 因為你很濃 OK 我很濃 黑臉怎麼說 輻射 很像災海 非常的開心 莉老師今天能來西雅圖 跟我們一起聊這一集 謝謝你 我們沒默契也在一次啦 非常的開心 要不要幫我 補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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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影片大家就到這邊 我們來總結一下今天內容 那先非常的歡迎 莉老師來西雅圖 你覺得西雅圖好玩嗎 你喜歡西雅圖 很好玩啊 對啊 因為 因為有你 Oh God OK 對 太假了 演得太假了